大盘如期回调完成补缺 下周能否抄底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巴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扶盘视频 在目前的市场当中 我们既要着眼于国外 又要扎根于国内 因为在国外目前有两件大事 需要我们关注 一个是地缘政治冲突 一个是美联储的三月加息 地缘政治冲突 引发了市场对资源内购股的一个哄抢 美联储三月加息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行情的一个担忧 扎根于国内 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市场 就是在3500点下方 横盘了这么久 接下来怎么走 我们该如何布局 好这里的话 我们来回到今天的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 受到隔夜外围市场的一个影响 因为在昨天 美联储高层表示 加息会持续 并且加息之后会缩表 这引发了市场的忧 所以我们看到 道琼市指数 直接在讲话之后 出现了快速跳水 最后美股三大指数全部收跌 当然这个走势也影响到我们A股的开盘 所以大家看到在找盘的时候 上证指数和创业板这边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 当然这个低开就直接完成了前面的3462到365的补缺 随后展开反弹 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 市场的成交量没有起来 热点也没有打出来 所以之后再度出现回调 截至目前上证指数下跌0.86% 创业板下跌1.37%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长的板块 主要是辅助生殖 核污染防治 虚拟数字冷 其他活跃板块有NFT概念 语音游戏 辅助生殖板块 在昨天我们的直播当中 是给大家重点提示过 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在这个方向吃到肉了 至于其他板块的话 大部分它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 并且目前的话不在主线之上 好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方面 截止到下午2点13分 两次的成交量达到了83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昨天 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 仍然是在万亿左右 至于北乡资金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户股通竟流出0.85亿 深股通竟流出6.18亿 流出的资金量都相对比较小 所以这一块的影响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好那么在下周行情会怎么走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上证指数在见到低点3356之后 就开启了震荡反弹 先是拉伸了一波 然后做了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我们前面一直在给大家提示 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它就是为后面的行情突破做蓄力 所以对于市场的大方向 我们是依然看涨 不过短期来讲的话 大家注意到 昨天指数最高是冲击到3500点 这是属于这个区间的上延压力位 而成交量相对不足 所以说出现了什么冲高回落 所以在昨天复盘的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过 今天的指数大概率会回调补缺 那么在今天指数下探之后 是直接回补了这个362到365的缺口 接下来正在考验的就是 这条下降趋势线的支撑力度 下降趋势线这里的位置 就在3450点附近 所以在接下来到市场当中 我们就需要关注 3450这个位置如果齐稳 那么大概率会展开新一波反弹 而这个位置如果失守 那么很可能去回踩区间的下沿部分 也就是3416附近 然后再展开反弹 所以操作要点大家记清楚了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的走势 创业板在构筑双底之后突破了颈线 但是随后没有延续反弹 而是出现了回落 在昨天复盘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到过 关注这一条支撑线 如果在这个支撑线附近齐稳 那么这说明是双底之后回踩确认 接下来看反弹 而如果是跌破了这条上涨支撑线 那么大概率会去构筑一个三重底 然后再度展开反弹 对于创业板 目前我们一定要清晰的认识到 现在它是属于一个超跌地位 并且正在什么磨底 所以对于接下来创业板 我们不必过分的担忧 反而应该去把握它的低位 去寻找低吸机会 好这就是指数方面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辅助升值这个板块 这个方向是我们中期看好的方向 在前面我们复盘当中 也是反复给大家提示过这个板块 我们知道在这一天 是发生了一只利好消息 也就是辅助升值被纳入了医保范围 所以出现了一个大阳线 之后出现了一个震荡整理 当时我们的观点就是 这个缺口就是一个重要支撑位 我们在回踩缺口附近就可以做低吸 然后持股看反弹 那么在近期我们可以发现 辅助升值板块出现了量增价涨的走势 并且在今天是直接完成了这个缺口突破 走势非常强劲 这表明目前辅助升值板块 它的中期机会越发明显 不过在今天大涨之后 发哥也要提示大家 在大涨之后 它到了前面的高位筹码密集区域 所以这个位置很可能会出现震荡 而这个震荡回调的时候 就是我们再度低吸的位置 好 这是辅助升值板块的一个策略分享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核无染防治 这个板块没有太多的一个分享 因为今天的这个上涨 主要是因为消息面的一个刺激 并且在今天盘中也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核无染防治这个板块 上方它是一个套牢盘区域 所以这个位置要直接突破 难度非常大 另外就是消息面刺激的话 它的走势并不具有稳定性 所以这个板块在拉高之后 可以逢高渐长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新冠检测 这个板块我们提示过很久 因为在最近尤其是香港这边 疫情爆发比较严重 所以这刺激了疫情防治概念股的一个上涨 那么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上冲到上方缺口附近 成交量释放不充分 所以这个位置出现了冲高回落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考虑了 这个板块会不会拐头向下 上在前两天发布这在提示大家 新冠检测板块在最近它的走势显得相对法力 因为连续多个交易式并未能走出有效的高点 所以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多方进攻法力的表现 因此目前来讲的话 冲高减仓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油漆社福 我们知道俄罗斯是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 所以这个板块在最近走出了连续的大涨 不过在昨天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涨之后它远离了50军线 所以这个时候追高的资金 它会有一定的恐慌 获利盘也会出现分化 那么再叠加隔夜国际原油的一个回落 那么这个板块今天是直接出现了低开 并且快速杀跌 大家还记得在昨天赴盘的时候我们就讲到 这个板块要等它回调到50军线之后 看其问情况再决定是否低息 那么通过今天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见还是在50军线之上 接下来如果能够收出一个长下影 那么可以用一定的仓位去做低息 总体来讲 在地缘政治冲突仍然持续的情况下 油气四伏板块大概率还会有一个反复活跃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工程建设 这是属于基建的一个方向 在前面走出了一个三连扬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调整 但主要原因是因为龙头各国今天跌停 不过目前来讲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基建它是属于稳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 并且目前是一季度是项目的集中开工期 并且有一个会议预期 所以这个板块如果继续调整 那么可以去做一个低息 短期来讲的话 我们主要关注就是30均线附近的一个支撑 如果回调到30均线附近能够起稳 那么可以进行抄底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板块 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 但是随后又冲高回落 K线形态上它是一个带长上引的垂头线 从走势结构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半导体板块是处于一个抄跌地位 并且在前面它构造了一个底部平台 然后一根放量阳线完成了突破 之后是连续的缩量细盘 因此目前来讲的话 半导体板块它是一个震荡往上走的走势 再结合到目前是3月份 也是年报的一个披露期 而半导体行业 它是由年报业绩预增的这么一个预期 所以这个方向 发哥认为仍然是我们短期关注的一个潜移方向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 我们评论区见 我们评论区见